Nio聊四季 新鮮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法蘭克人對上日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先來講一下紅方拳的文明是法蘭克 法蘭克人的話吃果子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那他的起病有這個20%的血量加成 所以在空間時代的刺吼 血量上路就有對方的優勢 大家要特別注意的是 對方如果點下品種科技之後 法蘭克的刺吼是會打出對方的一個血量的一個劣勢 所以這是法蘭克人玩的時候是前期需要注意到的事情 那後期的法蘭克人的話 還是偏向於走這個遊俠路線 加上擠兵的打法 那後期還可以再想個轉個火槍阿 或是指輔兵火炮打法 所以法蘭克人整體來說 團戰單挑來說都並不弱 都是一個非常強勢的文明 而且經濟上來說也沒有太大的劣勢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日本人 日本人最大的特色是 所有的經濟的建築物都有這個半價減免 就是這個採光營地 模仿還有伐木場 這些東西都是半價的 所以前期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木頭 可以去做蓋兵工場阿 或者是蓋一個射箭場 或是房子多蓋一點 拉個圍牆都沒問題 所以親近來說阿拉伯的地圖 這樣地圖的日本人來說 並不會太弱啦 但是也沒有到牆到哪裡去 它這個前期的優勢就只有那麼一點點 那後期到中後期之後 它的經濟的一個問題就會慢慢浮現出來 要如何農出3TC把經濟拉起來 然後再出這個日本武士或是強弩 來做一個對抗才會比較有用一點 那日本人的打法的話 算是戰法蠻多的 其實並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難打 但是就是因為它的打法來說 算是比較特別 所以大部分新手是沒辦法駕馭好日本這個文明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雙方的一個打法吧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經濟配置 那目前的馬國開局都是偏單木開喔 但你看這個法蘭克人 它是兩木開 這個木頭會非常吃緊 很極限的那種 那如果它待會不是要馬就開的話 或是極限落馬 那這個木頭可能會不夠 因為待會 除非它不是要極限落馬開 那如果它要打馬就開的話 一定要再補木頭 OK 那這邊有祝福嗎 好 這邊燒拉豬 好 這邊撞TC ACCM尷尬 哇 那順帶一提喔 這位ACCM的玩家 是越南第一高手 他是越南裡面最強的一位玩家 那他的打法啊 我覺得我也蠻喜歡的喔 有點怪是 像是快要捷技 又有他們的那種感覺 就本來這些本地的高手 本來都沒那麼強 但我很明顯感覺到 這幾年 這些其他國家 這個第一的玩家 他們的玩法都越來越犀利了 沒有像那種 怎麼說 像 不要亂舉例好了 不要得罪了 反正就是 我蠻看好ACCM跟YU 這兩位選手是我真的蠻喜歡的 他們的打法也是我覺得 跟Viper的味道越來越像 因為我覺得他們應該也是有參考 然後用Viper的一些打法 所以我覺得Viper喔 在今年的賽事裡面喔 可能要拿下單挑奪冠 會可能比較難一點 畢竟越來越多的高手 實力也越來越強大 那我覺得ACCM這場打法也是相當不錯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ACCM日本這邊 全地18P上封箭子彈 然後按下了3棒棒 那這3棒棒肯定是會按裝甲部便升級喔 這邊可能會稍微斷村 然後去硬點這個裝甲部便升級 好果然點了 點裝甲部便但是沒有斷村 欸這邊是吃了什麼東西 怎麼居然沒斷 哇這個經濟配太屌了 呵呵 剛好可以點下裝甲 然後不斷村 這個可是很厲害的一件事情 可能可能覺得沒什麼 但是其實以日本來說這個是很厲害的 好 那日本這邊3棒棒喔 一定要升裝甲 為什麼呢 是因為日本的 步兵喔 攻擊速度有33%的攻速加成 所以他出3隻等於4隻裝甲 那等於4隻裝甲是什麼意思呢 就代表他開這個木牆 打爆這個木牆或房子 或是拆對方模仿速度特別快 對方很容易易穿喔 會修復回來 然後可以足夠拖點對方的時間喔 然後跟對方的裝甲步兵 或是肉麻對抗的時候 很容易打得贏喔 那這邊法蘭克就遇到一個很尷尬的情況 至於是肉麻開局 但是卻沒辦法對付這些裝甲 那之前有觀眾在我的TC頻道裡面 籌稿問我 這個3裝甲要怎麼抵抗 那就我一台說了 就是先把自己的經濟先圍好 那如果真的圍不好的話 那就是趕快把這個村民打到TC內之後呢 趕快出更多肉麻 或是直接轉小弓 轉小弓的話要記得去挖金礦 那如果你是轉肉麻的情況下 一定要到5到6隻喔 好打日本情況下 一般情況下可能5隻差不多就差不多了 那打日本大概6隻會比較穩定一點 不然還是有可能會被對手的 裝甲可以反殺的喔 好那法蘭克這邊的確在囤肉麻 肉麻的數量還不夠多 這邊的肉麻是想要來看一下對手 裝甲的一個路線 但日本這邊已經慢慢轉出了弓兵 那這邊長弓兵過來第一時間想要戳 有戳到一下 直接殘血 那這樣的結果 對法蘭克來說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法蘭克蘭這邊可能要轉一下小弓的地方會比較好 不然這邊用靠洛馬 可能是打到頭破血的喔 還可能還打不贏 好這邊絕對是要轉小弓的 OK 射箭堂也補下了 那後方的情況 待會就要看 找個時間去挖一下會比較好 那第一時間還是要先按個旗子戰毛 因為現在弓兵部分容易打不贏之外 先出小弓的話 一個劣勢的原因是 對方弓兵已經是康德年了 數量上優勢 那毛兵的話可以打對方的弓兵跟毛兵 雖然裝甲打不太野 但至少這個毛兵可以第一時間 康德對方的弓兵 那如果對方的長槍兵死了之後呢 這個肉麻的輸出就會比較好打一點 OK這邊先擠火長槍兵 長槍兵先倒地之後兩隻刺頭 正面硬扛裝甲步兵的傷害很高 那裝甲步兵還是在堆擊 好這邊做個反打 哇這邊裝甲步兵太痛了 日本的裝甲步兵跟鬼一樣 好那這邊弓兵想要再回去點肉麻 但是這邊長槍戰毛兵直接往前硬點 反克這波打得還不錯 哇基本上是換光了 OK那裝甲步兵又砍死了一隻肉麻 你們就知道這個裝甲 日本的裝甲到底有多痛 第一打高 好那看起來兩邊都是七三喔 七殺七死喔 這個戰績還蠻讚的 但是我覺得法蘭克這一波解的非常漂亮 這邊有個細節喔 用肉麻第一時間去解到長槍兵之後 讓自己的刺頭原地開戰 那開戰之後還用自己的毛兵去硬點對方的弓兵 讓對方的弓兵可以輸出自己的時間越來越少 剩下對方的阻力就只有這個裝甲步兵而已 那裝甲步兵一倒的話 那就很輕鬆了 基本上待會法蘭克人的肉麻就可以稱霸這個天下 但通常這一波打完喔 也不會爆太多的兵出來打 因為這隻獅頭 待會應該是要做的事情是去前面喔 去偵查對方有沒有去爆弓兵 如果繼續爆弓兵的情況下或雙射箭場 一定是毛兵按到底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確認好就一直按毛兵的話 你可能會按太多 導致地的城堡時代很容易上不去 導致經濟輸給對方 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法蘭克人這裡也沒有自己時間 把自己的毛兵派出去 法蘭克人是走一個被動路線 在高地用毛兵做巡邏動作 下方也圍的差不多了 日本這邊ACCM 打分男射箭場出小風 然後上到這個城堡時代 那城堡時代的話 待會一上的話 可能還是會先轉個騎士喔 或是直接轉雙射箭場 打弩兵 加上這個重裝場上兵的一個路線 可能會更適合他一點 走騎兵路線的話 可能會出個一兩隻而已喔 那為什麼要出的原因是因為 你可以去抓對方生理去撿聖物 或是鑽個漏洞 繼續鬧了一波 雖然已經是會打出對方的騎士了 因為第一時間喔 日本是不可能上品種 那品種這個東西 投資成本過高 那比較有可能是 待會一上封建城堡時代 按幾隻刺齁 升清洗兵 去抓對方的一個 撿聖物的森流 可能就差不多了 那這個是算是比較 日本的一個細節打法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日本ACCM會不會這樣打 好那我們這邊先稍微加速一下 日本這邊已經點下了 城堡時代 那法蘭卡人這邊點下了 兩邊都是差不多時間點喔 那這邊ACCM還是有個領先 大概約40秒左右的一個升級 好這邊刺頭有在觀察到 對方的工兵出門的一個時間點 這邊想要稍微圍一下 但這邊打破好像還是有個洞 欸沒有這邊圍的還不錯喔 直接圍死 好那這邊直接射這個地方 那這邊後面要趕快圍了 OK這邊再往下圍一個地方 好 ACCM繼續給木頭壓力 剪下弩兵跟二級射 那這邊他大概會存木頭 可以直接上這個二級伐木 或者是直接點這個 TC喔 會比較好一點 欸 他這邊選擇是蓋TC 那二級伐木看要不要存下落 好那我去拼一下 好那反正個人這邊防守 算是蠻漂亮的 房子也這時候蓋好了 然後在城堡時代的房子 房子喔 房子是1加0 房子是9加0 所以射一下只有一滴血 那像這個只有蓋地基的居住房子喔 是沒有防禦力的 所以打破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好所以ACCM決定回頭打這個 而且血量也比較少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射一下毒草地 唉唷很痛 唉唷很痛 唉唷 唉唷 還是一滴耶 唉唷 這是高地的關係嗎 好像是喔 好沒關係 那反正個家裡喔 一定還出這個騎士 那前期騎士的最大問題喔 是沒有二房 但他這邊很快速點下了二房 這就還不錯 那有二房的情況下喔 打輸對方可能就變得更低一點 好那ACCM果下2 點下2級末 那還按了一隻騎士喔 那騎士的用途喔 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進去騷擾用的 看喔 打正面可能會打輸了 好那這邊其實一隻騎士 脫的時間也夠多了 只要ACCM這邊的騎士喔 一直被對方騎士集火 就是可以做到一個坦克的用途 所以為什麼要按幾隻騎士 前面擋雲是這樣子 但是這邊 法蘭克騎士實在是太強了 有那個血量優勢之外 還有二級反 坦度始祖 哇 好漂亮 這個法蘭克人也不是泛泛之輩阿 好 那目前是法蘭克人這邊的一個 經濟優勢領先喔 3TT已經開下了 那這邊 日本ACCM為了這波強攻的關係喔 損失了大量的兵之外呢 TC也沒有直接開到3TC喔 因為這個經濟不允許他直接開3TC 會在這邊再開一個嗎 還是要到這裡開呢 應該會到這裡開喔 會比較好一點 好 突然這個地方開下TC 那日本待會的打法比較偏向於 主要還是走工兵加生女的路向 然後待會喔 再去轉一些長長兵出來 好 這是待會的ACC喔 對抗法蘭克會比較舒服的一個打法 但是工兵也是要繼續按喔 但是這邊不太適宜 點下雙射箭場 因為投資的黃金量會過多喔 導致你的勝率也不太好按出來 然後待會就有長長兵也是喔 那這邊的一個最好打法就是 單射箭場 繼續出攻兵 然後一個修道院 然後兩個 軍營 或者一個軍營都可以 去慢慢做一個升級的動作 因為現在ACC的目的喔 並不是要主動攻擊 而是用最低的軍力喔 去防守自己的領地 所以這邊絕對不能爆太多兵喔 去跟對方換 因為他可能也知道 對手可能已經開始在農了 而自己還沒有開始農的情況下 就會顯得非常危險 這是有點算心理博弈的一個部分 那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 有機會再繼續講這個部分 這個其實是C帝國裡面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細節 好 稍微稍微加速一下 第一時間看到對手的攻 騎士上來 但是這裡招翔沒有繼續招 哇 這裡沒有控好兵 欸 其實時間算第一時間 有對方的騎士造成大量傷害 但是後方的算率沒有招翔到對方騎士 其實有點傷 這邊招我一波拉兩隻騎士過來 做一個反擊 應該可以招到一隻騎士 應該沒問題 哇 結果也沒招到 插了一下 哇 很可惜 好 那這邊有招到一隻騎士 直接挽回啦 那待會還要再繼續補一下黃金礦 那黃金下八個人挖的情況 會很吃緊 這個經濟的配置 因為你還是有可能會 斷公兵 或是斷生旅 斷八村的情況下是不太會的 但是如果你一直在補 這個科技的情況下 像補個什麼重裝長槍兵 之類的 就會很容易斷 斷這些單位 好 那我覺得現在是對ACCM 比較舒服的一點是 對方並沒有想要做一個 暴兵強壓的動作 因為他看到對方的騎士 其實數量也不多 應該多多少少有意識到 對手也不是要打一個強軍士 而是打一個偏濃的打法 那關於 強軍士跟偏濃的打法要怎麼看出來 試試看對方的時間點有多少兵 這一坨兵有多少 除非他後面又來一坨 那你就知道你真是大難裡頭了 你就真的要趕快全力暴兵 那這個情況下兵量還是屬於正常的情況 只有9隻而已 那這邊ACCM其實打得不是夠好 這邊招響也沒有招得很成功 攻兵數量也很少 最扯的是他沒有升級 共同同槍兵喔 有點太看不起對手了 我覺得有一點 有這麼一點感覺 這邊槍兵開始在暗了 但是其實有點為死已晚了 這邊的騎士是非常難產的 這邊再招個一隻 OK後面騎士在後面補血 紅騎士 所以你後面補血 其實蠻奶的 好 第一波抵抗大約也成功 雖然ACCM還是位於下風之處 那這邊ACCM的想法 應該是要直接上帝王時代 然後賣一點木頭 去換黃金 然後點帝王 會更好一點 這邊補一個市集 要來做一個買賣喔 那法蘭克人這邊打的算偏輕鬆喔 一直出奇事 然後家裡開農 然後開始挖石頭 可以打算做一個插城堡強壓的動作也可以 法蘭克人的城堡很便宜 可以考慮這樣做 畢竟現在還有軍事上的優勢喔 那如果要壓的話可以壓這個地方 這個高地堡其實蠻賺的 直接控這個主金喔 然後再慢慢連環保 升差數據 打到TC弄一條 那就會重創對手的經濟了 那法蘭克人目前沒有這樣做 可能是覺得ACCM已經點下帝王時代了 所以他這邊也是要努力拼到帝王 這邊黃金量已經很足夠 那果然啊 ACCM是點下帝王 踩石技術也點了 那這邊點踩石技術 有可能是要來打這個大型箭塔 因為大型箭塔的話 石頭吃的數量蠻多的喔 那如果他要打大型箭塔的話 第一個還是要建地洞城堡出來 這個城堡還是要先蓋地洞 因為他的銀貫科技 這個箭槽科技 可以讓箭塔的箭矢數量增倍 增倍吧 好像多個好幾隻的樣子 所以讓箭塔的傷害變得非常非常高 所以日本人這個塔攻策略 其實是非常強大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要說要怎麼抵抗這個打法 最好就是自己遇到這個打法 日本用這個擊兵加上日本武士 墊塔打法 那你送了法蘭克人的話 就要多出點火炮 火炮、毛兵、槍兵 做一個抵抗 不然法蘭克人很容易打輸喔 不然就直接出這個指輔兵 但指輔兵的話會有個問題喔 攻速不夠快 日本武士過多的情況下喔 貼上去砍個兩刀 指輔兵就倒地了 指輔兵遇到日本武士 是超級慘的一件事情 所以日龍武士到了後期是非常可怕的存在 那所以我才說喔 所有的私益力國的步兵文明喔 到了帝龍時代才是他們最強的時期喔 像什麼 維京令浪別論阿 像什麼賽特人阿 或者是 哥德阿 之類的喔 所以帝龍時代步兵會比較強 那其他文明就是 城堡時代喔 跟風鈴時代會稍微強一點 像是工兵阿 馬 之類的 帝龍時代的話 馬的部分可能還會 已經有刀那麼弱了 中兵的話就會稍微弱了一點點 好 那步兵的話 到帝龍時代才可以打 那就是 比較微妙的地方 但如果 步兵能打起來行空架喔 就會非常強勢 基本上是 立於不敗之地喔 好 這邊砸一下 哇 這個砸得很痛 好 那第一時間 日本的槍兵才可以上前開戳 雖然脫掉了很多騎士的血量 還是不敵於後方的 森女補賢的奶量 把這些騎士的血量 冥土追魂 而且還有一隻指輔兵 在外面輸出 好 這邊防御箭塔可能是要被用掉了 因為我們剛剛說了 這個打法要搭配一些 急兵喔 那這邊很明顯 還沒有送到急兵 場面雖然也不夠多 好 那這根箭塔可能是要被活生生拆掉了 好 巨銀頭石巾過來 來 看到了 要急兵過來防守一下 好 這邊日本急兵戳得非常痛 戳個兩下就頭破血了喔 好 這根箭塔應該是沒了 好 ACCM這邊 開始他的日本箭塔強攻路線了 但這邊居然是蓋地的城堡了 我以為他是會繼續把這個箭塔往上查 查爆他這些地方 好 好 那現在的ACCM就很簡單喔 接下來就是把工房增滿 急兵的工房增滿 然後箭塔往前插 箭矢的傷害先升到最滿 然後搭起箭塔也升級好 所以我沒有太大問題了 這邊轉攻兵護甲 這個難道是要做強弩嗎 有點像耶 還是出這個戰馬 感覺到出強弩了 那這邊奴兵有在按喔 呵呵 好 現在他們打日本武士了喔 這就有點可惜 個人還是比較喜歡看到日本武士登場 好 那這裡兩台 三台巨頭 應該是很輕鬆拆掉這座城堡了 好 增兵技術也補下 三級伐木 手推車 還有這個彈道靴 我們路線 紮紮實實的打完了 好 城堡打爆 那這邊巨頭自己可以考慮用急兵上前去硬戳了 但是後面又騎了一個城堡做第二道防線 那這根城堡我覺得騎得還不錯 當急兵呢 我們要把這麼輕易的把這個巨頭給拆掉 那日本這邊自身城堡 很有可能會守不住了 應該是倒光了 用急兵上去收個衣服喔 收到一台 轉 好 那法蘭克這邊轉出了火炮 火炮這邊對抗對方巨頭 所以非常好用 好 然後弄補一下 那法蘭克人沒有繼續走騎兵路線 他可能也知道日本的騎兵喔 太痛了 他絕對不會想要追到日本的騎兵喔 他真的打一波 還好只有 可以換掉兩隻而已 好 後面城堡掉了之後 第一時間 唉唷 這個火炮 踢地板踢得很不錯喔 直接踢掉了三隻強野 先打得有點歪 好 急兵再抽一下 唉唷 先抽掉 nice 那這面法蘭克開始打不贏喔 有人說 欸那這時候法蘭克要出什麼比較好 這時候法蘭克出戰錨可能是最好的 因為你現在出火槍可能還會被對方的強武槍擊 那不然就是要出這個騎士喔 但騎士又被擊兵打 所以現在就處於很尷尬的地步喔 反正可能要不然就出火槍之類的 但我覺得火槍現在也夠用 這樣火槍數量其實蠻多的 好 日本我是來看一下 指輔兵 一刀 兩刀 我看來是要三刀 不是兩刀 那可能是高打敵中敵全滿的情況下 才有可能兩刀 日本武士果然登場了 喔 這個還是精銳的啦 所以傷害還是差了一些些 一般的日本武士上去給的壓力也是很大 好 在那邊轉出了火槍了 那轉火槍的話 看要不要搭配一些戰錨 去彈一些前線的傷害 防一下這個強弩的傷害 會好一點 那黃金的部分喔 可能要全部投資在工程武器上 比如火炮 弩炮之類的單位喔 會好一些 好 火炮這邊再繼續炮彈攻擊 哇 直接擊滑了非常多數量 喔 倒了一整排 這邊法蘭克人TV版的實力不容小店喔 不能小看 沒說講錯的 好 強弩這邊點射 很強 好 攻速夠快 湯球香檳 所以我才說需要按點戰錨的原因喔 就是這樣 因為只有單純火槍的話 很容易被強弩打回去喔 好 結果日本第一時間點一下戰錨兵的3級 先轉戰錨的是日本 那日本這邊其實沒有繼續按 可能有點可惜喔 我覺得還是要按一些機率出來當落隊會比較好 那攻防的部分喔 好 待會日本還是要去做一個助力喔 連攻防沒有增完 這個步兵實在太容易倒 這邊應該TG可能會大作傷喔 好 上方這邊進塔慢慢插進來 但這邊想要來躲這個黃金炮 但是法蘭克直接硬插一個城堡 成功的去抵抗住對方的插寶車院 這邊其實可以再偷擊一點 蓋一個人進塔 不知珠同化金晃 但也要小心喔 對方報名直接過來插進塔 好 但是其實不能拐外面喔 現在這邊都快擋不住了 好 法蘭克果然轉出了一些戰錨 這邊點一下日本金瑞武士升級 金瑞日本武士 待會打下去之後 可能會頭破血 因為金瑞日本武士 是Counter對方的戰毛兵 雖然會被火槍Counter 但是至少這個日本武士 可以打贏的東西蠻多的 可以跟對方的增兵55開 甚至貼到有優勢 打對方的弱馬也是點虐 那如果是打對方的遊俠的話 可能是變成4-6開 雖然會稍微弱勢了一點 但至少還可以稍微抵抗 這是日本武士最強大的地方 這邊還點下大停電塔 跟彈射器的一個升級 彈射器升級之後 日本的巨型投資機的裝潛速度 會稍微快了一點 但我覺得這個時候 點這個科技有點微妙 我覺得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個彈射器 彈射器這個科技 跟你講他現在一個巨頭都沒有 他是資源太多 想要點點看的意思嗎 好沒有這邊還是要點一個巨頭 好那日本看起來 還是比較有優勢的 目前這邊還有兩隻公兵在偷村民 這根箭塔能拆得掉嗎 修復回來吧 雖然是大型箭塔的防禦力好了一點 但是說明打建築物是有外傷害的 後面這根箭塔可能會再起一起來 支起腦就會直接被拆掉了 好戰毛兵的數量夠多了 目前對方強弱沒有辦法常用的甜頭 然後ACC號可能待會要全部轉步兵路線 會比較好一點 那你說全轉步兵怎麼辦 對方的火箱怎麼打 好很簡單嘛 那你就直接出這個級兵加日本武士 然後再加戰毛兵 你全部用到黃金就只有日本武士 日本武士的黃金消耗量也不是特別嚴重 省下這麼多黃金 然後再繼續用這個大型箭塔做強壓 然後戰毛對戰毛 自己戰毛還有優勢 因為有三攻三防 法恩克的戰毛只有二攻二防而已 所以相對來說 你這樣打下去一定是有優勢的 這就是為什麼日本人到後期 是非常contact的法恩克 也不用說後期 前期本身長的兵力是自己的方法 但到大後期這個感覺是更明顯 OK 好 那這個劍頭 劍...劍...劍...劍俠草 這個劍塔建的 欸那銀冠... 我也是銀冠叫什麼 好 這邊做一個升級 這個大型箭塔 打這個戰毛兵也是有傷害的 這算不是非常明顯 但也是會痛 兵攻擊是8加7啦 15攻傷害 其實很痛耶 這個劍塔 喔 日本武士直接上去硬貼 哇 這就是我說的 日本武士直接切菜 這些戰毛兵只會被切爛了 好 既然他的防御是5防 那戰毛兵只有6攻 所以打這個日本武士 只有一滴血 基本上靠戰毛兵 是不可能的 一定要靠這個火槍 那看到對方火槍的話 這邊只要轉出更多戰毛 就好 甚至連奴兵都不用打 好這邊果然轉戰毛了 OK 單攻有點像 日本武士前面硬抗傷害 火槍打倒日本武士是4槍塊 果然日本人 比不過洋槍的 洋槍還是比較猛 哇 日本武士全部倒光 這個畫面有點像是 末代武士後面的場景 好 但是後面有更多大型金塔 還有巨頭司機 我們來做一個輸出輔助的動作 巨頭其實 打到了剛剛蠻多單位的 所以這個大型金塔 打得非常痛好 8加745共傷害 好第三個金塔也立了起來 建塔攻勢 強勢推進 好 這首法蘭克人 這首打下GG 哇 這個ACCN的日保也是蠻狂的 剛剛看他日本 日本這邊經濟 還算是蠻快速的 那法蘭克人其實經濟上也沒有輸太多 他只是因為自己狂被壓在家裡 所以感覺經濟很差 可是他其實經濟運營上來說是不錯的 剛剛這黃金量也是比較多一點點 而且還有四個勝過 只是單純ACCN後期的強攻戰術 我打得特別好 經濟上的法蘭克並沒有輸太多 我覺得ACCN那個打法蠻值得 讓我想要學習日本的玩家去做一個參考的 這部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這部影片的話我覺得 練日本的話是一個值得 好用的一個影片 真的真的可以去參考一下日本的前期打法 跟後面的中後期轉兵的思路 我覺得是非常漂亮的 整個ACCN打得有點像viper的味道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